我告诉你喔 他刚刚举的这些所有的例子呢 都现在如果你有符合的 你都还是可以去准用 还是可以比照他去办理 就比如说他讲说 好龙斌好市长的时候 推出这个为了花博 推出所谓的好好看 只要在建筑物的外面 你有那个围墙的部分 你弄了很多的这个绿色盆栽 让整个城市绿美化 你有增加一点贡献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多少的龙基奖励 这不是只有一个案子 也不是只有一个建商 是所有的建商 如果你都这样做 你如果做得到就给你 对 我就给你龙基 虽然那时候大家也在那里说 这个好龙斌好市长的时候 这个龙基大放送 但他放送的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建案都可以比照使用 所以没有图例 但你柯文哲这一个给金华城的 就只有一个案子 就只有金华城 找不到其他人 没有其他的 而且再讲一次 他是非都根区域 准用都根条例 你就告诉我 现在有哪一个非都根区域 可以准用都根条例的 没有嘛 那所以只有金华城 而金华城可以这么用 很简单就是在2020年11月11号 柯文哲专签核定的都市计划 公告里面让他核准了嘛 如果他没有核准这个 你知道依照金华城的条件 是没有任何龙基可以享用的 他是没有 他可以去买龙衣 但他龙衣要买50% 他可以到这个 所谓的基础上限再增加50% 他50% 全部都可以买龙衣 这没人会自己处理 不过你现在多了 那是20%的龙基奖励 就是市政府送给你 你不用钱的嘛 你不用钱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说 你送给金华城的 那20%的龙基奖励 法律依据在哪里嘛 那你现在讲的是 漏漏等你没有讲到这个部分啊 你为什么可以让金华城 他花很多时间去讲别的案子 对他去讲其他的案子 人家其他案子有其他的状况 但我就跟你讲金华城 不是都根区域 为什么准用都根条例 你讲的那些案子 都没有准用都根条例嘛 只有你金华城有嘛 都没有过来 曾经是台湾的 然后我想到这个是 怎么证明的 我还没用到这个阳